北安经济协议ECFA正式生效了 那么台股在今天也开高 走高一举冲破了8000点大关 中场加权时数是以8091.3点做收 大涨了201.19点 台股的表现让很多投资人都说 今天真的是超水准演出 像是当中有小何利林之称的 资深投资人黄雪芬就透露 光是今天一天他就赚了快要2000万 一大早浩子气氛很热闹 因为台股一开盘就演出强嘎空 ECFA正式生效影响 相关累苦带头涨 11点出头就多头飞过了8000点 还一路往上冲 最后收盘大涨了201点 以今天最高点做收来到8091点 成交金额1463亿元 超水准演出让投资人都说 台股表现实在比预期还好太多 真是跌破我们那个投资大众的眼镜 因为我们不想到说 哇怎么一大早放个假回来 礼拜一的时候 哇大家都收获都不错 大家都有赚到钱 资深投资人黄雪芬早就看好这一波行情 砸下不少本钱投资 他说光一天就赚了尽2000万 他还大胆预测 这一波ECFA的涨势才刚开始 未来还有赚头 我是希望说当然是做8公9 直接看可不可道义化 分析师说 ECFA概念族群的确表现非常亮丽 其中包括了汽车类股 金融类股 还有观光类股都是领头羊 一天之内涨幅都相当的大 不过分析师也提醒 ECFA可能是良药 却不能吃得太急 因为相关概念股先前已经有一波涨势 这场最近又陆续传出 逢高了结的杂音 投资如果还要抢劲 要先关注最近股价走势 以及基本面方向再做布局 中医新闻 陈站向上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